3 2 歡迎來到今天的看板人物 大家已經知道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今年最火的 不管在台灣或者在國際上面 政務委員唐鳳 委員歡迎你來 大家好我是唐鳳 政務委員我們好像一般人 在認知中央政府團隊的時候 在你以前我們比較 對於個別政務委員 沒有認識的那麼多 那麼深入 對像我之前是蔡月寅政務委員的一個專案的顧問 那當時因為他是從就是IPM Asia加入這個內閣團隊 那其實政務委員就快想成一個介面 部會跟部會之間的介面 以及部會跟外界跟民間的介面 對所以不過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中央政府團隊其實政務委員 他提供了很多 包括是像智能 政策制定裡面 他的社會經驗接地企業的基礎 那真的是透過我覺得大家對於政務委員 他的執掌更多不一樣的表情 就是跨部會啦 每個部會不太確定自己能不能夠承接 他不像有電子競技 這樣子的一種信心的東西 文化部說不是傳統文化 那應該是體育署的事情 體育署說沒有動到肌肉啊 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經濟部說我們是做器材的 或是運動員我們管的 應該是文化部的事情 這種三個部會各有執掌的時候 就是政務委員可以扮演這個協調的長生 文化部長的經濟我覺得非常生動 然後今天大家覺得很特別 就是我們是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場景 所以一開始喔 這個唐鳳跟很多人真的都很不一樣 像你會覺得說 欸對不起有物比較不進電視台 有沒有什麼原因 其實不是不進電視台 是我們自己也是一家電視台 就是我們現在在錄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在我們的PEDIS頻道 我們也有一機啦 那我們也有這個無線收音Mile 也在這邊 那其實就是我們是希望找一個地方 任何地方都可以 但是我們的敬位跟你們的敬位 要是對等的 那如果在你們的棟裡面就比較難這樣子 你懂 所以其實對等跟平等這件事情 其實對唐部委員來說 我覺得他是在人生生活經驗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心的DNA 所以這也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 大家會很好奇 就是其實我們不管跟唐部委員採訪 或者是錄影 一定會有另外一機的原因 嗯對 其實就是你們錄影的時候 我們也同時錄影 那為什麼我們同時錄影 是因為不想要有著作權的爭議 因為我們的這個錄影其實是開放二創的 我們會放在YouTube頻道上 然後說它是用叫做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 就是大家拿去用的時候 不需要問過過 而我們本來的想法只是說 這個可以讓研究人員啊 其他的媒體使用 但有時候像日本有些樂團 直接把它拿去滾音 變成什麼嘻哈饒舌樂之類 那個就是新的用法 我也沒有想到過的 那你會介意嗎 這當然是鼓勵啊 我們拋棄掉豬祖財產權 就是希望大家去用二創三創 各樣的方法去做社會的創新 對 這個也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但是我比較膚淺 我剛剛看到這一集 我問他說 欸那你這一集這樣拍 都沒有類似修圖的效果嗎 哈哈哈哈 不要開玩笑 沒有他的目的就是一刀未簡 就是一刀未簡 對 對 你沒有碰過這種膚淺的問題 所以被我嚇到了 但你如果想修圖的話 我們拋棄著作財產權 你可以請你的修圖團隊 有一個修圖的版本 不用問過 沒錯 好 在今天我們有一個很熱門 最新的一個話題 就是跟我們講一下 在這個總統的黑客送 總統背黑客送 對 在這次的決選的五個決選裡面 我覺得這一個團隊的創新 一定是唐鳳母非常的激賞 因為不然你不會在每個月一次的 在這個專欄裡面 專門寫就是鳳查的這個APP 是 那我們現在在內湖區的周子街 我們先請那個委員幫我們 DEMO一下這個APP 好 他這邊鳳查這個APP 他一開始就有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說 我們一起來減少1%的寶特瓶用量 我們離這個距離還差多少瓶 本月呢 我們新增了2000多人來使用 目前3萬多人來使用這個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圖的附近 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裝水的 這隻樹 對 好比像說這個打卡喝水 那你喝了水 真的裝了水之後呢 你打卡之後 底下就會很多人來評價 說這個地方很方便 很容易取得 水很好喝 有甜味 是冰的、冷的、溫的、熱的等等 它變成一個好像Pokemon GO一樣 好像寶可夢一樣 大家都可以去找這個飲水站 這樣子一個活動 那無形之中 就把那些出門不習慣帶水 習慣買寶特皮的這些朋友 想辦法把它變成是說 我不是帶個水壺很麻煩 我是完成一個好像大敵遊行 真的你看好像 欸謝謝 像今年不是很熱嗎 然後大家又去國裡 比方我自己同家 然後去了 有一次是連續兩個weekend剛好 就是都去到肯丁 然後也去到花蓮的態度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有一天啊 我就我一個人這樣 就是熱了 就趕快找小氣或全家買水 我可能一天我大概就用掉五六個 是喔 可是當我用到五六個的時候 我自己最後再丟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個感覺 覺得 欸我今天一個人就至少這麼多 對 其實如果你有把它真的丟到回收裡面 還好 是有吧 對台灣20個寶特皮裡面 有19個有回收 但是剩下那一個沒有的還是造成很多海洋的垃圾跟負擔 對而且你知道今年這麼熱 對 又可能熱到十月十一月 是啊 所以這個是 那你自己在看這個絕選的時候 你覺得它除了呼應了一個時代的氣候變遷的需要 我們想問說像這樣的一個APP 它的創新的難度在哪 因為它連結 它不只是連結水戰 對 它的難度其實是賦予它一個共同行動的一個文化意義 如果這個APP 它不叫做鳳茶 而叫做飲水基地圖 大概沒有幾個人會去找 鳳茶呢 是連結到我們一個傳統文化 一個好客的一個文化 而且呢 你在這邊呢 去剛剛打卡啊 累積什麼金幣之後 你還真的可以去每個地方的特色的店家 去兌換他們的特色的品品 就是真的有茶可以喝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文史工作者 我們地方創生的夥伴 我們的社群營造的朋友們等等 都可以加入變成這樣子一個生態圈的系統 這才是它真正我們我想叫社會創新 因為是眾人之事 是眾人助之 不是只有環保暑的那幾台飲水基而已 對 而且我們昨天其實有實定試一下 然後攝影機也就是說 它裡面有的還有隱藏板 到裡面它送你紅茶 對 是的 就好像說你到某個地方突然出現特殊的寶可夢啊 解鎖任務啊 大道成啊 我覺得開放參與最有意思就是說 哎呦 這件事還真的 在台灣可以成真的 就是開放參與這個事 那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像現在 一方券還有繼續在送 我都沒有去查 不知道第幾波了 像三枚券這個 那委員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驗收出來的反應 跟它可以聯動刺激經濟的 三個月了啊 你覺得怎麼樣 對啊 當然目前已經兩千兩百多萬的朋友來使用了嘛 那我們也看到說 我們本來有設計一個發現金的方法 就是你刷到三千塊 就可以從提款機提出兩千塊的現金 那但是呢 這個使用的人呢 並沒有很多 大部分的人是去拿紙本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紙本有加碼 你在便利商店就已經變四倍全 那如果是去商店啊 去商圈啊 夜市啊 有些變五倍 六倍十倍 二十倍 都沒有過 所以呢 大家就覺得說 我只拿這個現金 好像那個倍數啊 沒有我拿這個 的那個倍數要來的大 欸 可是如果我電子我拿回兩千 那不就等於我這個是無成本的 拿到了 但是只有兩千啊 如果是四倍五倍六倍的話 等於是三千四千五千 對 所以這個很有趣啊 你看你這個平台 這個設計出來 欸 在彼此刺激情況下 有人為了爭取這個消費券 還想出更多的優異 就是說這變成一個 互相刺激的一個循環 這就是剛才講的 不是只有環保署做這個 銀選機 我們的商圈的朋友 所有奉茶文化 響應的朋友 也都自己做出貢獻 所以同樣的也不是只是 政府給出這兩千塊錢 你自己出一千塊 欸 這個商圈攤販夜市什麼 他們也出兩千三千等等 這樣加在一起的這個消費的能量 就比我們自己發三千塊來的大 對 因為這些事情 因為2020 其實到2020 您入閣四年 我很好奇啊 就是說 主張開放參與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我看 中央政府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意願 但是我們實際並沒有真正經驗到 因為主謂開放參與 就是我也參與到的決策 那麼的特別的 你覺得在這四年裡面 從第一年到現在 你去理解 從他們 中央官方的語言 到官方的思維 到現在你覺得有些變化 對 其實我們在疫情的時候 好比像說1922這支專線 其實就是非常的開放參與 大家打1922的時候 不是只是有問題想要問得到回答 很多人有給我們非常多的批評指教 非常多的建議 當然粉紅口罩就是一個啊 那就是好比像賴群毅老師 告訴我們說 用電鍋一個口罩可以用三次啊 那這個也是一個民間的創新嘛 這些都不是中央政府說 民間一定要怎麼做 而是民間有一個新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說好了呢 你行你上 那這個時候呢 我想這個就是 部長的態度就非常重要 那我們的好比像說 陳時中部長指揮官 他的那個態度一向 他聽到任何這種 非常天馬行空的想法的時候 他就會說 那你教教我嘛 你早點講嘛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嘛 等等 他不會有一種好像他什麼都懂 他的這個感覺 他是覺得說 那你懂那太好了 我們一起來想一個 新的好的做法 他就可以在他 每次的指揮中心的直播裡面 去分享這個社會的創意 那我可不可以用不具名的方式 因為是我的猜測就是說 其實為政的人 有時候會比較有產位置 會嗎 或者是 不會啊 那好就是說 你所經驗到的 我覺得是你可能 你帶動的影響 就是說 批評這件事情 因為 你批評表示你關係嗎 你關係就你來啊 你看 你的觀念就是會 從一個不一樣的角度看 那你知道 因為政治是一個流行 然後在這個流行裡面 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說民意怎麼看 這個東西就是比例 含盡量多跟少啦 那你要把玩完全全跟著民意走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 擔心批評這件事情 變成了否定 所以在開放上面 的開放度就不容易大 你覺得從前四年到現在 你有沒有遇過 就是有類似在中央政府裡面 其實 長久來有類似的想法 但是有慢慢的表情 其實看反應的速度 就是你批評 如果馬上 隔天 直播記者會上 我們就說 你的批評很有道理 我們改了 這個時候批評 當然接下來就會變成共同創造 如果你批評過兩個月 還是一度不回 那這樣這個批評 當然就會變成否定 所以這個即時的回應 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每一個部會 它回應的那個節奏 一開始確實是不一樣的 對那但是呢 後來呢 我們就有一個二二二原則 就是民間要什麼批評指導 如果現在變成一個蜂巢的話 就算是它本來是一個陰謀論 或者根本沒有根據的事情 我們也要很認真地對待 在兩個小時之內 用兩張圖卡 兩百字以內的方式來說 好啊 那我們看到的事情是這樣 不夠的地方 大家一起來創作 兩個小時之內 如果能夠回應的話 絕對批評是不會變成否定 其他這個就是有沒有有感 對不對 有沒有有感 因為時間是一個有感 有沒有被重視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人跟人也是一樣 我覺得那個大稅系統 就是在我們報稅的時候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例子 對 如果也許有些海外法人觀眾朋友 過去也沒有Google到這個故事 那我也可以幫我看一下 可以啊 那個關鍵字叫做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你只要找這個 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故事 但是2017年的5月的時候呢 有一個朋友 在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連署平台發起的 他其實留言裡面呢 完全就是負能量 就是說這個非常難用 才是部長應該下台 底下的留言都是說 什麼官網網路無能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您剛講的 以否定為主 並沒有什麼建設性的批評 但是因為我們當時 就已經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樣的制度 所以財政部的PO就是聯絡人 就馬上回應說 好啊 大家覺得今年的報稅軟體 對於Linux 對於Mac 對於手機用戶不友善 那我們兩個禮拜之後 是不是就一起來 財政部資訊中心 一起劃出明年的報稅體驗呢 那這樣子的話 所有的這些 帶風向的這些朋友 就沒有辦法 對不起 沒事 再一次 就是說 對於這些開放政府聯絡人來講 他立刻去回應說 好啊 那你行你來 我們兩個禮拜之後 就到財政部資訊中心 一起劃出明年的報稅體驗 這樣子的話 這些帶風向的朋友 馬上就被逆轉 也就是八成的朋友 都在提一些建設性的批評 只有不到兩成 還在那邊說 財政部長下台 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後來 我們一起畫出來 這個真正真的很好用的 報稅的一個見面 就在2018年 就有96%左右的 Approval Rate 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歡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以前 從來沒有看過政府的數位服務 有那麼高的一個 親和力跟接受度 就是因為有上千位朋友覺得 我至少進了一張便利貼的這個領 也就是好像你蓋好一座廟 上面有刻很多大家的名字 所以你會願意跟親朋好友 來解釋這個新的系統 那當然之後 這套系統後來也變成 我們的賣口罩的一個系統 這比喻 我覺得你剛剛說的這個廟上面 大家功德主 大家人人都有一份 這個比喻 一個榮譽榜 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後來開放參與 跟即時反應 應該是在中央部會 他成為一個 不要講里程 非常太嚴重 因為很重要的拐點 對 他變成一個標根案例 就是說 這位提案人 後來我們才發現說 他會覺得難用到爆炸 是因為他是一個專業的設計師 他可能看到標開體 就已經渾身不舒服 何況是本來那個報紙軟體 那所以呢 這些就是建議 就是這個提案人 叫做卓志遠 他就把它全部匯集起來 之後 任何不會要導入類似的服務設計 他就會請卓志遠 來教他們怎麼做 他自己都沒想到 對不起 不會啊 不會喝水 對 那所以 其實對於卓志遠來講 他就是 後來就有分享說 他本來覺得 他就是一個酸民 但現在變成一個專業的酸民 專業的酸民的 就是不是隨便的滿忙 而是你真的能夠點出 系統不足之處 並且願意把網路上 其他意見來匯整 匯集之後 傳遞到我們實際在做的 這個公務委員的手上 這樣的話才能一起做出更好的體驗 因為我覺得 你聽到之後 我有很深的感觸 其實我覺得多元都沒有關係 那你覺得 你不要不對話 對啊 那其他願意把他原來 非常酸的意見 放到這個行政院的平台來翻譯 這就是一個對話的開始 沒錯就是這樣 那既然我們這個平台 其實平台的開放 就是對於全世界開放 在2020 因為我覺得整個主要政府 我覺得你還是一個主要的DNA 跟靈魂 讓這個全民參與變成了一個平常的經驗 你覺得全球參與這個想法怎麼樣 然後全球參與的話 台灣有哪一些我們對全世界開放的邀請 其實比較在初期可能適合全球參與 不好意思 我先不會下去 要利用錄影的好處 就是可以停機 確實 不過我們這邊遇到危險 OK好 來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辦總統盃的黑客松 那為什麼是黑客松呢 就是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 用寫程式運用資料這樣的方式 來解決全球共通的永續發展的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全球化的 而且城市碼的複製 這是以光速在複製 也比較沒有就是 大家一定要面對面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像去年的冠軍的得主 洪杜拉斯 他們在做的就是在環評的初期 怎麼樣子讓這些環保的人士 就可以就事論事的去討論 每一個公共工程它在採購的時候 對於氣候變遷的一個影響 因為洪杜拉斯受到氣候變遷相當嚴重 那這些碳足跡這些的計算 如果你事後再來計算 就已經有點遲了 他們如果事前有好幾案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來計算的話 這個正當性就比較高 或者像馬來西亞 他們去找了一個AI的系統去計算 到底什麼情況下會違標 他可以自動的偵測 就是公共工程標案的時候 違標集團有哪些人 這個對反貪腐也是非常的有用 那像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就不是只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 他們到了台灣 總統我們頒獎給他們 就是總統被黑客送了贏家之後 他們就可以透過像世界銀行 IMF 聯合國的這些體系 去把他們的解決方案 從台灣開始發散到所有的其他的國家去 那這樣子就是台灣 can help 台灣可以幫助他們 完成他們的專案 還可以幫助他們去分享到國際去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我從我們這個大眾傳播業來看 比方像這兩年 你有看台流的劇嗎 還有時間看嗎 可能只有看劇本的時間 不過與二的劇裡有看 我是只有時間 大家講到什麼 趕快進去看一集兩集這樣子 我會去想 比方說 如果台灣要行銷到什麼 如果是Global Market 那它前提必須是 它的這個Culture Capital 大家都能夠有夠 對啊 那所以像你講的 這個平台對全球開放 開放式創新嘛 對 比方像台流的戲劇 其實它有很多層面 它都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時代的科技去面向試 確實啊 其實像我們在拍這些戲劇的時候 因為文化部用我們的前瞻預算 然後當時他們有個很創新的想法 因為以前的公共建設都是以資本們為主 但是去拍一部片又不是做個橋 又是不是鋪個路 到底怎麼叫做公共建設和基礎建設呢 他們就說我們拍片的過程裡面 我們把這些就是一些文資啊 或者是一些老的街道啊 或一些自然景觀啊 我們就把它留下來 留在一個我們叫做TDAL 就是台灣的數位資產的一個資料庫 當你拍完一個電影之後 布景一般都會拆掉嘛 那但是如果它是數位的話 你就不用拆掉 所有這些模型 局員百貨啊什麼都還在 那所以下一個導演要拍片的時候 即使他不是台灣人 他就可以在他的那個場景裡面 去運用台灣的這些素材 把一些台灣的元素加到他們的創作裡面 我們這樣子一想 欸對啊 這確實是類似一種公共工程 有點像數位的造橋撲路 所以後來就把它算作前瞻的基礎建設 好有意思 所以很多不只停留在想像 確實 很多人都提過你24到25歲的時候 沙發衝浪 那時候多少城市 20個 對20個左右 對 所以換下一個城市都是未知嗎 對啊 都沒有到過 都沒有到過 對 所以對所有的位置保持開放 對 你覺得對於你現在 你要在任何時間空間裡面 衝浪到下一個位置 你覺得那段時間 那時候對於未知 保持開放的態度 到現在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對 我覺得有兩個影響 一個是我覺得說 不管我到了哪裡 怎麼樣子的文化 其實大家對於創新 對於包容 對於永續 這些所謂的普世價值 真的是普世價值 就是不是我們講一講是普世價值 而是說 只要我在做的這個創新 是讓更多 沒有辦法來使用數位工具的人 更能夠體會到數位的這個世界 或者是協助 我們可能在身心方面 有一些不同的狀況的朋友們 也能夠正常的跟人溝通 那我當時呢 越做這些題目 我越發現說 我在世界哪一個角落 都有很多朋友 願意跟我一起做這些題目 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真的是 是普世的 只是一個地球村的一個概念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去的這個城市 雖然城市我不認識 但裡面的人 我們在網路上已經交流 可能三年五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我就發現說 在網路上面去建立 這樣一個工作關係 然後呢 我們去真的面對面的時候 好像從細做的身體 變成炭做的身體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是連續的 關係是連續的 並不是說 它在網路上面一個樣子 見面之後 反而變另外一個樣子 不是這樣 而是說 我在網路上是很好的朋友的話 我見面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你的公眾性 所以讓我們大家認為 我們相信的這件事情 你發現這個相信 真的可以變成人生的經驗 像你很重視公平跟禁用 這件事情 那就網路的使用來說 因為2020 你才會發現說 它也會很尖銳的凸顯到 在經濟上 社會上的強弱勢 所以台灣會不會比較好 台灣會不會比較好 台灣寬憑是人權嘛 對 所以其實比較沒有什麼 因為你是弱勢 所以就沒有辦法 一個月付499塊的這個 它有很多的一個方案 就算你沒有上網的那個設備 你也可以去跟數位機會中心 跟旁邊的圖書館 跟做USR的大學 甚至數位學辦 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確保說 你在台灣的任何一個角落 都可以加入網路的時間 那大家拼命的 要鑽進武器了以後 你覺得不服禁用 如果就全球來講 你覺得它是不是其實 任何一個時代 它都會凸顯 如果是更弱的 但是因為同時 我們對於禁用這件事 就是又很期待它是革命性的 可以去改變原來的資訊 不平等的落差 所以這個你會怎麼樣去想像 其實在台灣 我們就是剛剛講到的通訊嘛 通訊它主要的兩個應用 一個是學習嘛 我們確保說 偏向啊 離島任何人 他有一樣學到 最新的這些事物的這些能力 那另外呢 當然就是健康嘛 就是不管是我們的全民健保也好 或者是說 像已經開放了 遠距的診察 遠距心理師等等 這種這些活動 那同樣的不會因為 它不住在大醫院旁邊 就沒有辦法接取到 這個健康的這個資源 所以在健康跟教育 這兩件事情上面 我們做這個 網路取代馬路 這個禁用的這個工作 在台灣 它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傳統 就是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是我們的錯 是公部門的錯 其他部分 你刷金融卡 那當然資本主義啦 但是你一刷健保卡 就是社會主義的 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 某一種資本經濟 可能會有人會罵 因為這裡解釋 中國共產社會 他們形容他們的經濟 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 特殊的中國經濟 這是他們的說法 那5G呢 5G 我想到5G 就常常想到經濟上 覺得這是一個好高成本的 一個科技應用 你覺得政府有沒有任何可能 或者政府沒有這個角色 使得5G能夠在台灣 我講人人會不會太誇張 就是人人的禁用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5G 在競標的時候 就透過那個競標制度的設計 讓我們能夠多出一筆錢 在所謂的不經濟地區 也就是說你部署5G 可能要很久了 才能夠回收成本 但是用競標多出來的這個錢 優先在那邊 用所謂越偏向越先進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們目前的5G 在設置的時候 它是跟著4G的基地台 我們4G的基地台 因為寬平人權的關係 就幾乎已經是 所有的整個台灣都有了 那在接下來5G的垂直場域 好比像說無人車 無人機等等的這些 5G的嶄新的這些應用 我們就會去挑一些 特別需要這些 而不是只是想要這些 的這個大都市 是需要這些 因為它可能請一個公車司機 還會不符成本 那5人車對它來講 真的是解決最後一滴路運輸 這些所謂的偏向的隨選運輸 等等的這些方式 那所有這些的5G的應用 就是用我們剛剛講的 在競標的時候 多出來的這一筆錢 去達到這個照顧弱勢公平的 如果您不想要叫做社會主義 也可以叫民生主義 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 那些不一樣 5G好它所帶動的革命性的這個改變 其實你剛剛已經提到 因為速度應用的經驗完全不一樣 你對於5G世界 你覺得你自己最瘋狂的想像是什麼 其實我有一個很現實的想像 就是像我現在就是講一句話嘛 就會知道說您稍微點個頭 表示我可以接下去講 不用定义我刚刚的这个名字 这是所谓的共同在场 我们透过就是维系的表情 来让彼此知道说 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一个 共同的话题上 那在以前呢 我们如果要透过视讯或者VR 来达成这样子互相理解的话 其实并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对 如果你是用二维的这个方式 当你在看摄影镜头的时候 你就没有在看那个人的脸 你在看那个人脸的时候 他以为你在看他脖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很难达到共同在场的这个感觉 那当然你如果有很专业的设备 或许可以做得到 但是那是双方都在一个办公室 有光纤有专业的设备 这个就像您刚刚讲到 对于这个经济比较弱势的朋友来讲 他就没有办法去 接取到这种共同在场的经验 大概都是非同步的 就是看露营啊 等等这样一个方式 那有5G之后呢 你就不受这个光纤所影响了 你在山上在海边 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去透过 不管是VR AR XR等等的方式 重新营造出这个共同在场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沙发即使是空的 你只要带上VR的设备 你马上就看到我活灵活现在在这边 而且我一讲话 你点头 我马上就看得到你点头 因为5G的特色是低延迟 中间不会稍微赖一下 这对于人际关系 然后对于生命里面各种情感经验 会有很大的感觉 没错 非常大的感觉 是的 你数位科技部 他要多久才会有这个部 然后 他们三读通过编了预算才会有 那你一定是部长 因为是我们期待的 数位科技部 他应该不会是一个整合的吧 我的意思说 他的角色应该不是说整合 各不会我们要在工具的应用上 能力上跟数位科技化 像比方你刚刚讲的 共同在场经验 会觉得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 可能是我读的不多啦 我觉得我听到很多人 对5G世界的想象 我没有听到有人跟我分享 这个是属于非常内在的 而且人跟人之间的 互动经验里面的一个革命改变 我的意思说 将来数位科技部 他是不是在这个数位科技 应该如何帮助台湾 这个内容的应用上 他应该有角色 还是他的协调角色比较强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在内阁里面 如果按照新军院组织法 如果他是协调 制定这个大的战略 那他通常是一个委员会 好比像说国发会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他是以执行为主 就是去帮助我们的 好比像说民间的部门 去发展您刚刚想讲的 这些产业啊 这些的发展应用 那这个部分呢 执行的部分 通常会是一个部嘛 所以一个叫主委 一个叫做部长 对 那但是这个数位的专责机关 到底他是具有协调角色 还是他是执行比较多 这个就是要请立法委员们 上脑筋的地方 我目前各种版本都看过 是稍微具有协调角色能力的部呢 还是说稍微具有执行能力的委员会呢 还是说 其实我自己呢 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就是在新军院组织法里面 我们不是只有部跟会啊 我们也有国立故宫博物员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国立数位博物员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不受这个规划跟执行的这个影响 而是说去确保说 大家都可以博来 这个未来各种各样的这个可能性 不过这只有我自己在讲了 人事行政总处 我还没有看到博物院这个版本 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 都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缩小 在中央部会上 只有你会想到 然后大家都 原来可以叫院长 博物院叫院长 那不行 那好处两个院长 我觉得他这个一定会被封听掉 现在大家听听就好 这是开玩笑的当然 日本称唐凤是天才级的科技部长 2020带给你 因为你的公众性越来越强了 有没有什么 在这样的一些冠名啊 或者角色上的压力有没有 没有因为对我来讲 那个就是动漫角色而已 他们叫我什么大臣 对我们是民国 民国没有国 去哪里来的大臣 所以这个情况下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素材库嘛 有人去把我这个P图啊 这个科尔会 弄成什么唐凤过台湾 他从来没有闻过我 并没有取得我的统一 但是因为我都已经抛弃掉了 这个著作财产权 所以他这样子用去运用 我就把它看作一个艺术创作嘛 就像蒙娜丽莎 其实他是一幅画 不是一个人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跟这个就有一点心理上面的距离 我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大家把我P图成什么角色 我还要去迎合那个角色 不是这样子的 很好 所以就说 别人怎么看你 是的 是这样的看 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是他的创作 对 但是是他的创作 所以你不会被 他看你的这个视角 会有光昆放 当然不会 你还是保有那个自由 我是这样就这样 而且我觉得我们刚才聊到 还可以再谈一下 就是以中央部会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机器来讲 你觉得他们慢慢怎么样把公共政策 确实啦 是因为你的加入 这真的不用客气 他们把公共政策这件事情 真的越来越想成 我们的 我的 我制定的跟他们的 对啦 我觉得从我到他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 对 就是本来是for the people 为人民而服务而工作 对 他那里面的有时候 那个我还是很大 对啊 对 对 那现在是with the people 跟人民一起来创作 事实上像口罩地图这种案例 根本是after the people 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想到 人民想到了 我们赶快来把人民想到这个主意 把它增幅 你觉得他们的变化 在你的感受上面 这几 就是这些这么多 在中央部位 慢慢慢慢 其实这种变化就是 它有感染性的 因为当我们讨论一件事情 就会发现我们讨论的时候 越来越是 对啊 不是我 对啊 是他们 我们一起 到后来他们跟我们 是变成一个共同的 是的 对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 其实中央部会的公务员 看到说 这其实省他们的力气 而且降低他们的风险 就是说省力气 这个很容易的一件 环保数花多少预算 去推广 银水机啊 这个品质啊 什么开放资料 这个他们做了很久 做得非常好 但是因为它并没有 变成一个社会运动 所以知道环保数 有提供这些资料的人 说真的没几个 但是现在来了一个凤茶 大家就会开始 打五颗星啊 这个水很甜啊 什么之类啊 或然之间 环保数的这些资料 就有人运用了 所以对环保数的公务员来讲 他省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 因为大家会集思广益 好像那个汤姆利 险记里面起墙一样 大家自愿的帮环保数想 他们的这个工作 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 而且这也减低风险 因为如果这个凤茶的app 在总统杯的这三个月里面 没有做出成绩 对环保数来讲 他不会被立法院质询说 这个你浪费公堂什么 没有浪费到公堂 他只是参加一个黑客松嘛 但是如果成功的话 因为大家都有credit 对 那你觉得通常 因为我们讲开放参与 尤其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开放参与的时代是 对着世界开放 对所有人尽量开放 我觉得它的挑战就是 内在想要控制 对 好像是说 就是说 我创造的这个名词 我以后要主导它的使用权 这样 那过多的控制当然都是 内在的安全感 比较好 我觉得好 所以在这个 比较挑战的上面 你觉得开放 开放参与 面向开放的这种态度 其实它一直在挑战你自我 就是从小到大 其实很多环境都会认为 你有一个很强的控制力 你把它解释成自律 self-discipline 或者解释成能力 你可以驾驭 驾驭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强跟弱 这个胜跟败的 其实它就是power 就是权力 所以这个中间的拉锯 你觉得是不是在 当我们提到共同参与 就是面向开放的时候 其实非常难 我再喝点水 不好意思 不会 终于来宾喝水了 我每次放在这边 到最后说的时候 都别倒去 来宾都不好意思喝水 OKOK 響音凤茶精神 放在不是保特评宴的时候 来喝 OK 好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一个人他觉得说他自己很有自信的时候 他反而是愿意去分享 好像说一个水 这个水就倒到这么满 你真的满出来的时候 你也不得不分享 因为你自己呢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如果不是跟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这些想法也没有办法去达成 通常没有安全感的话 可能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只有一两个固定的想法 所以他就会很想说 这一两个固定的想法 他就好像看到什么 都想用这一两个想法来解决 这个时候当然就 比较没有那个方式去 把别人的想法 跟自己的想法加以柔和 但是如果你一个人 他就是好比我们联合国 17个永续发展目标 同时有17种不同的价值 我们叫做选每一边站 碰到每一个事情的时候 从17个不同的角度看 那当然也没有这个我值 因为他任何人 我都可以从这17个角度 有没有选某一个 去跟他来一起创作 我觉得其实这是在养成 就是人要怎么样看待 自己的这个教育里面 我觉得还能更多 对啊 对对 常常会有人觉得说 我就是挑这边站 对面的我就不要去碰了 因为非我族类什么的 那对我来讲 刚好相反 我如果觉得我难以了解 难以体会 我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去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是吧 你有这样的 其实唐凤委员你知道吗 一般人如果不称你委员 通常就叫唐凤就好 就是联名带信 对对 因为两个字嘛 叫唐凤比较容易 对 有时候碰到两个字 就比较不晓得怎么称呼来宾 所以唐凤像 我知道 你能够Bring in的不只是 在科技这个部分应用 因为科技应用是为了 服务不同的价值 它能够分享跟联部 在平权 不管是性别平权 跟教育人权上面 你还有时间去关注 或者说参与吗 是 因为我三个业务嘛 我们刚刚谈的主要都是社会创新 还有开放政府 就是说民间的想法 以及公部门的想法怎么对接 但是我同时也是青年参与 这个也是我的业务啊 所以我就会跟教育部的青年署合作 去确保说大家好 比如说大学里的学生会 他们要怎么样争取自己的权利 或者是说任何的大学 甚至中学小学 他们写信来邀请我去演讲 那我的演讲呢 并不是握什么简报 而是让大家用手机开始提问 然后看他们现在关注什么 我就回答什么问题 所以对我来讲 对于教育的这个现场 好比像说我们去年开始的 十二年国教的新课纲 或者是说我们的实验教育三法 现在走到了一个 可以跟体制里面平起平坐 这样子一个阶段 我也是非常的关心 而且是一直有参与 而且这也是我的业务的一部分 对所以你可以在 因为你进入了重要部位 你有这样一个公权的角色 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突进 对于你一直从小 这个关系的平权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让自己的意见出来 是这样子 想法就出来 也让大家的意见出来 就是我去一个学校演讲 听到他们的一些想法 好比像是有很多学生 他说我技术高中已经毕业了 我就已经有一个投入职场 而且我觉得我对的这个 这群已经有所贡献 但是我的家长一定要我去念大学 一定要有一个科技大学的学位等等 那这个他就是很困惑 要怎么办等等 那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想法之后 其实我们会跟行政院的青年资讯委员 互相讨论 他们也有具体的提案 这个具体的提案 其实我们最近才送到立法院 就是把成年下秀到18岁 所以以后高三毕业之后 如果他是就想要投入他的工作了 而他的父母不是很愿意的话 不像以前他要等20岁才能够去说 他就会有一个gap 对 就会有一个gap 那现在他18岁就可以去说 我可能等20岁再去念大学 这两年我就先去体验一下 这样子当他回到大学的时候 学习动机说不定比18岁 听家长的命令去念大学的人 他学习动机要更强 因为他是用他在社会上面觉得 我缺什么学问 所以他才去补上这个学问 因为他经过他自己经验过这个人 先做的判例 我提到最多的其实是想学厨艺 就是很多父母就会说 比方说像我这 你还是先把大学念一个大学 那就变成说他的热情跟人生的宝蛋 是完全是两鬼的 他就要等四年才能够去投入他心里喜欢的 那其实并不是说他就不念大学了 而是说他发展个两年的厨艺 然后他发现说他这个中间需要什么呢 可能需要观光修器 国贸管理等等的各种学问 他再去大学去 因为他经验过来他还知道他去大学 是这样子 因为我不晓得这么细致的就是说 了解反馈 然后设计跟政策 是这样 不晓得 那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还有没有时间跟空间 有啊 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要make sure 我在资料看到的 诗歌散文创作 谈琴谱曲或指牌游戏 是啊 在时间空间上有哪些牺牲啊 对其实没有什么牺牲啊 对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些创作 其实我就立刻就可以用在 好比像是我的Twitter上 或者我最近才刚开了Instagram 那这个叫Digital Minister D-I-G-I-T-A-L-M-I-N-I-S-T-E-R 等等 给追踪嘛 对给追踪嘛 然后节目之后追踪 对对对对 所以最近一直在练习 怎么发现是动态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能力 其实就跟我的工作 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好比像说我自己的名片 就是我们办公室跟我讨论出来 自己设计的 我名片的背面 就是台湾每一年这个 UN Global Goals Taiwan Can Help Taiwan Can Help 的这个hashtag 我们已经用了三年了 每一年都有一个不同的设计 如果想要看这三年设计 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我现实动态还在上面了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可以不断的去做 我刚刚所讲的翻译啊 创作啊 设计啊 的这些事情 再把它跟我的工作 结合在一起 诗词散文呢 因为这个我真的是 就是在资料看到 像诗词散文的创作 对啊 像我的 Job Description 我的工作内容 它本身就是一首诗啊 所以我常常说 我是 Poetician 就是说 When we hear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It'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其实就是用很短的字数 可以去传递出 数位转型的那个精神 用很短的字数来传递精神 这本来就是诗学的工作 所以我常常跟这个 国外的朋友说 我是 Poetician 就是这个道理 很有意思 对啊 所以我现在懂了 就是那个定义的不一样 因为当我们想要诗词创作 就是说 那唐凤 那你的诗词创作 按照我们既有的想象的那个形式 你怎么有时间去 但不是 就是这所有东西都可以跨界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remix 变成一种新的可能 对啊 就像国外的朋友要我解释说 那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号 那这个国号的英文翻译 那你怎么解释 对我就说我们是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公民之国 那我为了这个就写了一首很短的说 婆娑之洋美丽之道 这个是台湾通识了 公民之国在花之中 那用这样的方式 来解释Transculturalism 去给国外的朋友知道 这很容易理解 是啊 很容易理解的想象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下面想问的 好像不太可能有答案 就是说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 或是你想做一个什么事 是真正的如果 离开这么忙的 一个中央部会 政务委员的角色 你比较有可能 去把你自己丢进去 完全没有 因为现在各位就是已经 纳税来付我的薪水 来让我全职 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真是你最喜欢做的 对就是听大家 所有人的想法 然后把它综合成 共同的价值 然后再创新 把这个价值实践做 你觉得你怎么多 国外媒体访问你 而且我讲的是先进国家媒体 访问你国际上这么多 从他们的访问 跟这样的一个邀请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你做政务委员 就部长其实这样的角色 其实在台湾跟外国来讲 对他们讲都是很特殊的 对 那这个特殊 你觉得你还蛮喜欢 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可以让很多人 对于官员这个可以做的事情 跟可以发挥的社会影响力 有不同的想象 对 其实我觉得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说 确实很多国外的媒体 尤其比较资深的 他听到台湾的时候 想的还是可能戒严的事情 可能立法院在打仗 就是一些比较资深的记者 他问的时候 对就是带着一个 就是台湾真的 怎么样 已经民主化了吗 是不是只是 说是民主呢 等等的这个 就是很资深的媒体人 他脑里还是记得 我们在 只是30年 40年前的状态 不好意思 我再回这一段重奖 对 就是说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很资深的媒体人 他以前有来过台湾 他来过台湾是30年前 是40年前 所以呢 他的脑里呢 还是台湾在40年之前的样子 那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分享的 就包含说 哎 我们透过这个创新 结婚不结姻 变成这个亚洲 第一个同婚通过的一个地方 但是有没有破坏 本来那个姻亲的那个价值啊 那像 他一听到这个 就说 原来台湾已经不一样了 台湾已经不是 我们之前记得的 那个样子 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 大家对于台湾那个既定的那个印象 我觉得我们就是透过 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的公共参与 分享 总统被黑客松等等的这些事情 一下子就可以把他们更新到 台湾的这个最新版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对于年轻人来讲 当然他不会认为台湾是什么戒严 从他年轻的时候 台湾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但是呢 他会运用我呢 去好像翻动 他们的内阁 就是用我去刺激 他们的内阁官员 我们就看到很多说 那台湾都可以 就是让唐凤来 担任这个协调的角色 那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内阁不行 所以大概有十几个国家的这些 比较年轻一辈的新闻记者 大概都是用台湾能 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样子的角度 在进行报道 所以这个交流很有意义 是 对 有一个不是我们先前 因为我们对来宾尊重 都会知道你要访问 没关系 你再了知的我就觉得很有趣 你跟蔡英文总统 该有蛮接近的接触 对 你觉得以他的世代 和他的养成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印象 是因为学术的经验 其实他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谨 你觉得他的开放性的幽默感 我觉得他幽默感非常好 是的 并没有什么就是不开放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他去跟一些社群媒体啊 跟一些网红啊 这些互动的时候 他是非常自然的 我觉得他在就是 镜头前面的时候 因为他是贸易谈判代表的 这个训练 所以在贸易谈判的时候 当然是尽可能不要把自己 心里的那个真实的感受 让谈判的对方知道 不然人家在谈判的时候有机可乘啊 但是当他放松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我觉得你是真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大人 因为我很少听一个人 在谈国家元素的时候 你会从他的背景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表现是真的 对我有去跟 国外的贸易谈判官员 当年GATT WP的时候 曾经在谈判桌上面 跟小英总统谈判 他说他是formidable opponent 非常令人敬畏的一个对手 这样子 所以我想是他有他专业的一面 但是有自己比较放松幽默的一面 你现在在我感觉 你好棒 就是在政务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他带给你很多的 在意义上面的一个成就感 因为我想这么多朋友 你常常发我唐共的一定知道 他不是对于所谓什么的自我成就 或是成就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政治这个事 你会不会一直走到升选曲 选曲 或是或者说 大家觉得这么多人喜欢你 你会不会走到选曲 不过我当然我是没有党派 那在台湾 其实我觉得 我所谓没有党派的意思 并不是说 我不去跟任何党派的人做朋友 相反 我跟所有党派的人都做朋友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就比较不容易 就是传统上面的那个选举 他是动员一部分的人 那另外一部分的人 想必就是对你 就会稍微有点近而远之 所以对我来讲 我还是为所有人的工作了 我是所谓的公仆的公仆 我主要的公仆不是宣民 而是事务官 是这样 所以是在这个场域里面 他的竞技的方式 跟他游戏的规则 跟你现在 你从事公务 你服务的这个心境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比较难用那个套 可能也因为我们家三代 大概都是以军工教为主 所以我比较了解事务官 就是看事情的方法 以及做事的一个态度 那我一直都觉得说 如果我担任政务官 不是说好像我 就是在不了解情况下的情况 就去下一些财事 下一些指令 而是说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让我们事务官 他工作的时候 可以比较轻松 他在面对民众的时候 他可以觉得心里 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跟风险 而且最后创造出来的东西 真的还是有公共利益 像刚才凤茶跟环保树的这个例子 或者是说卓志远跟财政部的例子 或者是说我们的江明宗 或者是说吴湛伟 跟我们机关署口罩地图的例子 我可以举非常多的这个例子 但是这些工作 其实是他们在做 我只是居间协调而已 那这个跟民选的政治人物 我想他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到最后我会觉得 哎呀时间上有点意游问题 希望有空 对我可以常来这个咖啡 让我也可以离开摄影棚透透气 我最后想知道其实 所有人都晓得 就是唐碰的成长历程 跟我们一般人 走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位置 那也使得我觉得你对于 别人很有感受跟体验 你那个雷达应该是都一直开着 其实现在也是大家认为 非常的成功胜利 所以对人有感 对人有感受 我最后想问的是 这一件事情在推动 对大家有益的公共利益上 你觉得它有多么的关键 对 我觉得这很可能是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说选每一边站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说 如果有一些人 他根本还没有组织起来 还没有变成一边 那这些朋友呢 其实是状况 可能是最弱势的 因为他还没有一个发言人 一个组织起来的 一个工会 一个理事长 一个理事主席 等等 帮这些朋友们说话 那这样子的朋友们 我就会尽可能去 直接进入 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域 直接去跟他们相处 可能一天两天 去搞清楚说 这些朋友 到底是怎么看我们的 中央的政策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说不定 也创造一些新的问题 所以不管是在 原住民族的地方 或者是在离道 或者在偏乡 总之离高铁 这很越远的地方 我越会尽力的去巡回 这叫做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说 谁离这个痛苦的状况 越近 我们就越应该要去 增幅他们 把他们想到这个事情 带到中央 让中央的朋友 可以面对面 或至少透过视讯 来理解 所以那不是一个试图 大家理解 一个很廉价的方式 才能形容民主制度 就是小树服从多树 应该是说 他越没有票 我越会去他那里 好比像说 16岁的朋友 他还没有票了 但是我们刚刚讲 青年参与 最火要的就是16岁的朋友 那一个高山啊 河流啊 他也不会投票啊 但是呢 帮助这些高山河流发生的 一些关心环保的朋友们 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 跟他们理解高山河流 目前的状况 未来还没有出生的 下一代的人类 他们也没有票啊 但是呢 我们要营造一个 对他们好的一个环境 一个共融的游戏场域啊等等 那这个 我也很愿意花时间去理解 所以我想您刚刚讲说 要选举的话 那是你目前成年的人 他想要选择的社会 但对我来讲是 越他没有参与的这个权利 我越想要花时间去听他们说 今天非常谢谢 好 谢谢你来 谢谢你跟你的团队 谢谢 到内户州自己来 跟我们一起聊天 希望我们下次还有聊天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